台東地區22號晚間大雷雨不斷聲勢驚人 尤其是南迴鄉鎮雨勢就像是用稻的一樣 大量砂石被夾帶下山 造成全台最美的多樑火車站 土石堆積深度到溪幹 商工所緊急封閉往火車站和部落的道路 並且派遣大型機具進行搶通 要趕在晚上之前恢復原裝 從監視器畫面上可以看見 昨日台東晚間大雨不斷 甚至還夾雜的閃電打雷 而短時間的強降雨 導致在泰馬里地區的多樑車站 山溝宣洩不及 大量的砂石被順流衝擊而下 而商工所獲報後立即進行封閉 並攜行大型機具進行砂石的移除作業 而近日來到車站的民眾發現不對外開放 表示有點遺憾 但仍是認為安全最為重要 沒有開怎麼辦 只有只能下次再來 下次再來 剛剛看到下面吐石流有沒有嚇一跳 有 是有嚇一跳 真的喔 應該是蠻大的 山公所則指出 目前已經向中央水保局提出計畫 要進行山溝排水設施的改善工程 應該是短時強降雨造成的 那它原本就有一個 山溝排水溝 那山溝的整治可能還需要再加強 那我們未來會盡快提報相關的計畫來做整治 據了解多良車站上方約有50多戶的村民 而車站下方的排水溝 過於陡峭超過了60度 再加上部落也是用這條山溝進行排水 遇上昨晚驚人的強降雨 導致宣洩不及才引發土石流 而目前大型機具也已經開始清除淤沙以及落石 希望能夠盡快將車站恢復原樣 記者陳吉林 泰馬里香報導 有去過好多次